看看新闻榜 说现场所有的这个准备工作 都是按照原定的计划 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 那么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 我们这里来采访的记者 也陆陆续续的开始抵达 那么在这次采访当中 我也发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 就是说这些记者已经是不止一次 到这里来采访过发射 那么我也发现 因为我们在这个发射场上 也是好多次都见证了 这个火箭升天的这个 一个壮观的场面 那么尽管现在距离发射的时间呢 还有一个多小时 现场感觉十分的空旷平静 几乎没有任何声音 但是我想现场的每个记者 心里还是会有一种 按耐不住的一种激动 毕竟神舟十号的成功发射 它将意味着我国载人航天 第二步第一阶段的完美收官 因此大家还是在屏住呼吸 静静的等待着葬西 那在静静等待的这一段时间当中 接下来会有哪些看点 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那么在这个空旷的发射场上 我们的看点 无疑就是我身后 距离一千两百米的发射塔架 那么我们请摄像师 许晓给大家推个静点的镜头 现在呢 这个发射塔架 还是这个船舰塔组合体 还是牢牢地被包裹着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跟刚才不同的是 它头上那个尖的部位 也就是陶一塔的部位 已经有点露出来了 但是呢 整个这个发射塔架的打开 一直要等到这个发射前的四十分钟 那个时候啊 它这个发射塔架可以分为上中下 一层一层的打开 那么这个等它完全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乳白色的长征 2F摇石火箭 托举着神舟九号 完全展露在我们的面前 不仅这个这个船舰塔的组合体 十分壮观 而这个打开的过程 也同样是十分壮观的 那么我想在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呢 请观众朋友就随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来见证这样一个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